哈囉大家好我是拉芳糖CheersSugar 今天要帶大家去SM Town 就是韓國的明星們的公司SM 那現在在哪裡呢 三層站 綠色線三層站 二號線綠色 那我現在已經在這邊了 那就是六號出口出去 真看板看一下 SO就是非常多的那個 粉絲們寫給他們的都會貼在上面 好六號出口出來了 我們就會直接看到 沒錯就在正前方 看一下 對就在這邊 SM Town 然後這邊的整個大樓風景 我們一走出來就是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SM Town出發 電梯的氣氛裡面非常好 對這個 色調 那我們就直接從六樓開始 六樓電梯出來 就會直接看到旁邊就是有 VR的服務 那我現在正前方 就是可以看得到 他們的一個大看板 來看一下在我後方 好這個板子 它上面有這邊東方神奇 然後Shiny 然後Fx 然後少女時代這樣 看一下五樓這個畫面 就是它這個是椅子 那在他們生日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椅子拍成他們的名字 這邊六樓的舒服沙發區 那就是可以在這邊簡單的休息小吃一下 那這邊看一下 這個也是一個就是指標性的 讓大家在這邊拍照的一個地方 大家看清楚 好 那這邊有一個椅子 就是讓大家在這邊拍照 其實剛剛有拍到很多畫面 只是說因為後來有被制止說不能拍 那可能會有一些侵權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把這些畫面都放上來 那二樓的話是周邊商品區 那也是賣非常的多東西 那三樓就是它會有一個付錢的地方可以進去 然後我也不知道它裡面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進去 對然後從那邊進去之後會逛逛逛很多東西 然後會到四樓 那四樓出來的話它就會從一個 最後一個購物的地方出來 也可以買一些東西 那四樓出來之後它是一個 那個SM Pump Cafe 就是咖啡廳 對那可以坐在那邊聊聊天休息一下 那五樓的話就是各種藝人的海報啊 然後有一些那個藝人的手掌印 就是它有一個做手掌的那個模型 那藝人的手都在那邊 對 手的那個模型 對 那也都有做簽名 那五樓有幾張椅子是把它排成 那個每一個藝人 他們到他們生日的時候 那個椅子就會去排成他們的名字 那要從六樓看下去才看得到 那再來就是六樓了 六樓就是有一個VR的 不知道什麼的服務 我沒有去做這些消費 所以我不知道裡面實際樣子是什麼東西 對 那SM Pump的介紹就到這邊 旁邊是星光圖書館 那現在要去星光圖書館 介紹給大家看喔 三層站的星光圖書館到了 那剛剛SM Pump那邊 就是直接往地下街走 那它是一個地下街的 算是百貨商城這樣子 那可以逛 那這邊這圖書館呢 就真的是圖書館 那大家來這邊念書 那這邊 比較低的這個地方的書 基本上都是可以拿來看的 對 那在比較高的位置 那基本上拿不到那些 就是假的齁 那就是一個只有封面的書 可以看一下 這邊非常高 那我們來找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要的標的物 就是這邊啦 那這邊上面有寫 星光圖書館的字樣在這邊 這邊一樣是有一個咖啡廳 那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點三個咖啡 那我就直接經過 那我們在 就是算是一樓的地方 那給大家看一下 最重要的呢就是這個角落 就是大家喜歡在這邊拍賈文青照 你好 修正一下就是 星光圖書館 但其實上網搜尋的話 星光圖書館 還是找得到這個地方 對 然後在最後就是這邊的地下街 那這個已經發光亮到看不見的地方 是 Kakao Friends 就是他們的通訊軟體的 那個商品 這個地下街呢 真的是非常的大 它就是連通好幾棟大樓的地下室 一碗 那非常的大 除了星空圖書館之外 吃的 喝的 就是咖啡廳 然後吃的就是很多 氣氛比較好的餐廳 那相對的 單價還比較高 那也有一些 賣衣服啊 然後運動用品的 廠牌都有 還有一個水竹館 水竹館的部分 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這個地下街還有電影院 那我覺得這個電影院 連賣票所都是非常的漂亮 旁邊在等電影的時候 這旁邊 算是一個 咖啡廳或休息區的那種概念 它也有設插頭 就是讓你充電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休息 打電腦帶筆電來之類的 大家看一下這個座位 這座位上面有插頭 那就是大家可以在這邊休息 你可以在這邊辦公室 旁邊就有一個拿筆電在這邊 這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也是非常適合拍一些 完美照 OK 下來電影院之前 有一個樓梯 這邊 也是非常不錯的漂亮 樓梯的小角落 這邊有一個可以拍照的地方 當然是從 另外一邊拍過來 只是因為我現在懶得過去 而且這邊還有一些櫥窗 就是擺一些模型這樣子 再看一些其他牆面 就是這些英雄 漫威系列 那當然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是不是會換來換去 記得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們想要去韓國玩的朋友們 那旅遊景點都在這邊告訴你 那最後這邊就是水族館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我是方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